DC电影终于迎来了扩展宇宙的最后一部 《海王2失落的亡国》 由于年代久远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一部剧情 男主亚瑟是妥妥的海洋龙奥天人设 他是亚特兰蒂斯女王和人类诞生的混血儿 一出生就拥有特殊技能 不仅能在水里呼吸 还能与所有海洋生物交流 俗话说人生充满起起落落 但男主亚瑟不同 他的人生只有起起起起 七岁在海洋馆号令一群大鱼吓尿小孩 十二岁学会使用三叉戟 从此化身海王在当地混得风生水起 一直爽到四十岁来到深海寻找母亲的亚瑟 才发现自己居然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 而且这个臭弟弟继承王位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毁灭陆地 亚瑟为了阻止弟弟的野心 先抢走了弟弟的未婚妻妹拉 后继承了历代海王的黄金三叉戟 最终成功将弟弟击败 成为了亚特兰蒂斯的新王 海洋与陆地两界也迎来了短暂的和平 本部的剧情承接了第一部 亚瑟和梅拉结婚 一顿没羞没臊生下了小海王 小海王拥有亚瑟的基因 也能与海洋生物对话 而且还继承了梅拉控制水的技能 亚瑟此时不仅要担任超级奶爸 身为亚特兰蒂斯国王的公物也不能落下 同时亚瑟还兼职超级英雄 继续行侠仗义打击海盗 在这期间反派黑服分大卫一直没闲着 大卫是一个装备精良 毫无人性的海盗 曾与父亲一起在大海上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直到上一步中 他们在抢劫一艘潜艇时 被亚瑟撞个正着 最终父亲被永远困在了潜艇里 幸存下来的大卫化身黑服分 打算杀死亚瑟为父亲报仇 可惜被主角轻松打飞 不过战甲虽然报废 人却没啥大事 如今他又卷土重来 先收编了海洋科学家沈博士 然后带队前往了南极州 目的是为了寻找一个失落的王国 企图利用王国的技术强化盔甲 传说神秘的亚特兰蒂斯 曾经有七个王国 其中涅库斯王国的寇塔斯国王 通过开采一种名为奥利哈刚的特殊矿物 一举成为了最强王国 但奥利哈刚的过度开采和滥用 导致环境迅速恶化 哥哥劝寇塔斯放弃使用奥利哈刚 结果却引来兄弟嫌弃 寇塔斯认为哥哥要谋权 便借助黑暗魔法打造了暗黑三叉戟 并将自己的子民和军队变成了亡灵大军 自己则变成一个恶魔 哥哥一看弟弟堕落决定大义灭亲 便带领大军兵临城下 双方酣战之后 哥哥成功击败恶魔 为了让黑魔法不再围惑人间 他用自己的鲜血施下魔咒 兵封了整个王国 打算将这个国度彻底在历史中抹去 然而任何事物只要存在过 就不可能彻底消失 经过一年多的寻找 沈博士终于有所发现 他和同伴无意闯入地震带 并被一道裂缝吞噬 落地后的沈博士环顾四周 发现冰层里似乎有生物存在 下一秒一只巨型触手爆出而出 瞬间抓走了沈博士的同伴 不久后 接到求救信号的大卫赶至现场 他们走进出现出手怪的地方 发现此处竟然藏着一个巨大的冰洞 还封动了大量鸟泪 沈博士检测后推断 失落王国就在冰层之下 而唯一的进入途径 就是潜入冰层下的这片水域 这意味着他们会再次遭遇刚才的出手怪 但大卫毅然带队开始下潜 很快他们在水中发现了 众多冰结的古老建筑 看样子像在这里沉睡了千年之久 失落王国终于被他们找到了 就在众人靠近窗户窥探时 巨型触手怪突然发起袭击 不少人因此在水中丧命 只有大卫因祸得福 跌落水底的他被一个神秘声音吸引 紧接着一把断成两截的暗黑三叉戟出现在面前 大卫拿起三叉戟 瞬间看到了失落王国的历史 恶魔向他承诺 只要将他从封印中解放出来 便会将自身力量全部赐予大卫 助他铲除海王和现今的亚特兰蒂斯 另一边 正在带孩子的亚瑟 突然接到亚特兰蒂斯众议院的紧急召回 原来近期海洋迎来了疫情大爆发 这种疾病历史上从未出现 议员们推测 可能是陆地上有臭表脸的人 分阶段往海里放污水 解决方案就是向人类发起进攻 彻底摧毁陆地 亚瑟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坚决不同意 但众议院的权力很大 可以否决国王的一切决定 可见亚瑟这个国王当的也很憋屈 他只好一边拖住中医院 一边调查真相 然而亚瑟怎么也不会想到 促使整个海洋爆发疫情的 是他的老对手黑服分大卫 大卫在恶魔的帮助下 不仅得到了一艘亚特兰蒂斯的上古母舰 还修好了他的黑服分战甲 同时获得了失落王国的八爪机甲 然后就开始在全球海域掠夺奥里哈岗 奥里哈岗是一种重要能源 失落王国的机械设备都要依赖它 由于这种物质会破坏环境 被亚特兰蒂斯分别封存在了12个仓库内 大卫在恶魔的指引下 很快将11个仓库洗劫一空 近期的极端天气和海洋疫情 就是大卫燃烧奥里哈岗造成的 在这点上 众议院确实误会了陆地人 就在大卫团伙突袭第12个仓库的时候 章鱼警卫发现敌情 亚特兰蒂斯火速发动反击 但大卫的母舰有两大技能 保护立场和声波炮 不仅轻松抵挡了亚特兰蒂斯的水炮 还摧毁了亚特兰蒂斯的前沿阵地 女王和魅拉带队前来 不料女王率先中了声波炮 摆下阵来 魅拉释放水龙卷拦下大卫 对方的潜艇撞击珊瑚礁后损坏 魅拉本想打碎玻璃将大卫抓出来 不料反被射出的激光灼伤 正当大卫准备终结魅拉时 亚瑟进场及时救下夫人 两个死对头再次相遇 大卫的战力已经提升数倍不值 但随着亚特兰蒂斯兵力增多 沈博士提示大卫不宜久战 大卫徐晃一招退出战场 顺手给了想要追击的亚瑟一电炮 这一波大卫完胜 女王猜到了大卫的动机 奥利哈岗是缘故能源 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 曾经差点毁灭整个海洋 亚瑟恍然大悟 若不阻止大卫继续燃烧奥利哈岗 到时候地球温度快速升高 九成生命将因为无法适应新环境而嗝屁 翻盘的时间不多了 找出大卫成为首要任务 对此亚瑟想到一个帮手 那就是几年前被他打败的 同母异父的弟弟奥姆 因为只有奥姆偷偷和大卫暗中勾结过 还杀了人鱼国的国王 奥姆下台后就交由人鱼国关押 监狱位于亚特兰蒂斯七国之一的沙漠王国 沙漠王国严格控制给奥姆的水量 有水他是王者 没水他就是营养不良的糟了头子 奥姆多次尝试越狱 均以失败告终 由于人鱼国和亚特兰蒂斯并非从属关系 通过走流程要回奥姆几乎不可能 好在亚瑟压根就没想走流程 岳父泽贝尔国王送上隐形战衣 章鱼跟他一起同行 章鱼负责开门 亚瑟负责救人 劫狱行动出起顺利 兄弟两人抢走人鱼国的坐骑 两只大瞎耙子 一路飞奔到海边 追兵尾随而至 可惜奥姆碰到水的那一刻 他们就再也不是对手了 就这样 亚瑟兄弟返回亚特兰蒂斯 奥姆对亚瑟的怨恨并未完全消除 只是基于亚特兰蒂斯 以及整个海洋面临毁灭危机 他决定暂时放下个人恩怨 答应帮忙 两人来到亚特兰蒂斯的灰色地台 这里的老大是一只500斤的大肥鱼 此前奥姆就是通过肥鱼联系大卫的 奥姆打算请肥鱼帮忙找到大卫 但海王非得端架子 直接威胁若不告知大卫的位置 将会派兵摧毁此地 此言激怒了肥鱼 双方一言不合就开干 好在海王确实有装备的实力 一番激烈的打斗 肥鱼乖乖认怂 交代了自己知道的一切 他提到魔鬼深渊 就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休眠火山 那里荒芜多年 最近却突然出现丛林 而且只要船只靠近 就会导航紊乱有去无回 大卫肯定就在那里 肥鱼说的没错 大卫团队突袭亚特兰蒂斯后 满载而归 直接来到魔鬼深渊 因为这里是远古时代的 奥利哈岗冶炼厂场 大卫启动熔炉燃烧奥利哈岗 开始摧毁地球环境 沈博士一看彻底傻眼了 他加入团队只是为了探索未知 根本没想大逆不到摧毁地球 但他敢怒不敢言 之后沈博士更是看到 大卫与镜子中的恶魔对话 于是他趁大卫不在 也感受了一把暗黑三叉戟 沈博士意识到 大卫已经走火入魔 大卫索性摊牌 只要能杀死亚瑟 哪怕释放恶魔摧毁地球 他也在所不惜 还套刀警告沈博士 不要多管闲事 就是这一刻起 沈博士决定返水 这边 海王兄弟两人来到魔鬼深渊 发现这里的洞植物 都因为奥利哈岗的燃烧 发生变异 铺冷额子比鹰大 老鼠有五百斤 蝗虫堪比犀牛 不过蟑螂倒是挺正常 一口下去嘎嘣脆 营养是牛肉的六倍 突然成千上万的蝗虫袭来 兄弟两人一路跑到悬崖边 眼看走投无路 亚瑟看着一旁的巨型雕像 突发奇想 奥姆刚吐槽完亚瑟的烂主意 没想到巨型雕像 真的倒下去成了一座桥 躲过蝗虫 兄弟两人边走边复盘往事 奥姆自小便被父亲灌出仇恨的观念 时刻提醒他 要警惕同母义父的哥哥前来夺王位 事实上 亚瑟也确实夺走了他的王位和未婚妻 但亚瑟表示 这并非自己的本意 他这么做只是为了阻止奥姆对陆地发动战争 貌似有道理 奥姆对亚瑟的仇恨削减大半 很快两人悄悄潜入魔鬼深渊 亚瑟发出怪声吸引守卫注意 成功放倒十几个守卫 这时沈博士举着枪突然现身 闲事假装示威 关上防门后 又一秒变脸跟他们示好 希望亚瑟兄弟带他安全离开 葛花音刚落 卫兵就发现了他们 强行爆破了防门 对方的兵器都是奥利哈岗打造 伤害极高 而且还有庞大的八爪机械 对奥姆穷追猛打 眼见奥姆不敌 亚瑟抽身前来救场 然后也被八爪按在地上摩擦 兄弟两人只得开始合作 奥姆用铁链捆住八爪 接着亚瑟一个大力出奇迹 这时黑服分大卫登场 有了恶魔之力加持的他早已不是凡人 但奥姆偏不信邪 这下两人不再看不起大卫 开始合力对抗 可惜依然不是对手 直到大卫一发三叉击射在石头上 奥姆趁机抢夺 一瞬间他也感受到了恶魔的存在 愣神功夫大卫已经准备截过他了 突然小岛地动山摇 泽贝尔国王带着援军赶到 船队瞄准恶魔深渊疯狂开火 看架时要将小岛移为平地 亚瑟趁机重创大卫 撞坏了黑服分战甲 大卫团伙见情况不妙急忙撤退 顺手又给了打算追击的亚瑟一电炮 亚瑟差点被大石头压成饼 好在梅拉用控水术抬了一手 亚瑟这才顺利逃脱 奥利哈冈熔炉被毁 地球毁灭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但斩草必须除根 奥姆回忆他触碰黑色三叉戟的场景 女王给大伙科普 数千年前 亚特兰蒂斯是一个由七个国家组成的帝国 这些国家开始位于地表 但某天海水突然倒灌 导致七个国家在一夜之间被淹没 沙漠王国被内陆海包围后长眠于地下 海沟国沉入深海 子民智力严重退化 变得与怪兽武艺 亚特兰蒂斯国 泽贝尔国 人鱼国和沿海国 则成功适应了海下生活 保持相对正常 但施洛王国聂库斯的下落成了千古谜团 传说中暗黑三叉戟中的恶魔 实际上就是施洛王国的国王寇达斯 也是初代亚特兰蒂斯王的亲弟弟 重点是亚特兰蒂斯王族的血液 可以让寇达斯死而复生 听到这亚瑟突然慌了 自己儿子也有王族血脉 他急忙赶回家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大卫已经重伤了亚瑟父亲 并掳走小海王 前往了南极施洛王国的遗址 也就是寇达斯被兵封的地方 但他不知道 沈博士偷偷向外界发送了定位 泽贝尔国王收到后立即带队出发 大卫面前的冰山挡住了路 急切的他直接一炮轰开 而快马加鞭赶来的亚瑟 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主潜艇 亚瑟见识过主潜艇威猛的电炮 于是以其人知道还之起身 召唤附近能够发出声波的海洋动物 顷刻见动物门发出的声波 摧毁了潜艇的能量源 大卫此时已经找到失落王国的入口 立即前往国王宫殿 亚瑟众人赶到时 又遇到失落王国的亡灵大军苏醒 双方大战一触几发 为了替亚瑟争取时间 严亥国的大闸蟹国王挺身而出 抱着不成功变成饭的决心勇猛作战 其余人好不容易追进王国内部 又遭遇出手怪袭击 泽贝尔国王陷入危险 关键时刻 一直被众人讨厌的奥姆一服斩断出手 显而又闲击退了出手怪 大卫知道时间不多 快速来到冰封的寇达斯面前 举刀就要献祭小海王 小海王临危解锁千里传音 听到儿子哭声的亚瑟瞬间爆发潜能 敢在大卫动手前抛出三叉戟 截断对方 双方随即大打出手 一路火花带闪电 但几招下来亚瑟居然陷入烈势 紧要关头魅拉前来支援 将小海王安全带走 怎料大卫不讲武德 将三叉戟致向母子两人 幸亏奥姆再次伸出援手 但第二次握持暗黑三叉戟的他 在恶魔的蛊惑下很快迷失了心智 最后被恶魔附身 同时大卫失去恶魔的协助 被亚瑟轻松挽虐 只是 奥姆在双重力量的加持下 瞬间战力大增 把亚瑟按在地上摩擦 最终他被压制于祭台之上口吐鲜血 血液成功解除了恶魔的封印 奥姆体内的恶魔比过年还高兴 就在恶魔放松警惕时 亚瑟迅速转身抢夺暗黑三叉戟 同时一声 你妈让你回家吃饭 换回奥姆的意识 宠坏心生的恶魔从王座上站起 亚瑟趁对方还没来得及 活动僵化的身体 一搏蓄力甩出三叉戟 可叉子被对方轻松接住 但亚瑟早有预谋 全力投出自己的黄金三叉戟 强大的海神威能将暗黑三叉戟击碎 连锁反应下刚复苏15秒的恶魔 直接化成灰 黑魔法消失后 失落王国的所有建筑开始坍塌 大魏跌落 亚瑟本想展现一下国王的大度 然而大魏实在拉不下脸 最终选择了放手 同伴乘坐八爪机甲 开始掩护大家撤离 最后所有人平安返回了地面 海王兄弟二人也重归于好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奥姆暂时隐匿踪迹 亚瑟则对外谎称 弟弟在交战中阵亡 故事的最后 海王将亚特兰蒂斯的存在公之于众 海王二失落的王国 上映于2023年 由著名导演温子仁指导 杰森莫马主演 从商业角度来看 本片是合格的 只要放下期待与包袱欣赏 就会发现 其实片中的水分并不多 争议颇多的安破赫德戏份 也没被大量删减 整体而言 在诸多不利因素影响下 是一部完成度颇高的电影 且没有费力不讨好的 带入过多角色 恩怨情仇 都集中在上一部人物的身上 避免了过多 其他面孔带来的断裂感 剧情简单复古 如同大量20世纪 90年代的好莱坞影片一样 只靠动作戏 来给观众带来快乐 美轮美奂的水下视觉奇观 是一大特点 不仅展示亚特兰蒂斯王国的 奇妙状利 沙漠监狱 变异丛林 极地冰雪等新场景的不断解锁 也让影片的节奏长时间处于亢奋状态 再加上奇思妙想的仿生水母载具 仿生双击沙载具等特殊武器 以及充满克苏鲁风格的各类奇怪物种 使得整部电影如同打怪闯关游戏一般 虽然谈不上出色 但也足够让人大饱眼福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